JesseJ歌手打听华晨宇女友 找汪峰牵红线 JesseJ汪峰华晨宇 湖南卫视歌手2018本周在迎新看点,预可为不畏登陆角动静眼风云 随着常规赛进入最后一轮角逐 众人同样是越玩越大 尤其是在最新一期的录制中 JesseJ更开起抢戏模式,不但屡次八卦华晨宇感情状况,还求助汪峰为自己牵红线 在节目现场公开争起了男友,跳脱举动令众人惊呼,没想到你是这样的JesseJ JesseJ 众所周知,在节目中,汪峰屡屡千韵惊人,因此每逢抽签环节他必然会连线老婆大人帮作抉择 如此秀恩爱之举,令众人很是羡慕 而JesseJ见词更是直呼,要是我有老公,我也要叫他帮我选 为此,他顺务不了自己详细的择偶标准 并表示,我认为湖南卫视可以做一档汪峰帮我找老公的节目,认真程度让在场众人惊掉下巴 然而,除了自己的个人问题,JesseJ对华晨宇的感情状况同样很感兴趣 据悉,在此次录制中,受华晨宇舞台表演启发的JesseJ 首次露出八卦模样询问,既然女孩们都爱花花,那么花花的女朋友在哪里? 突如其来的问题令大伙一致语色,而她却没有就此放弃,反而是等到对方完成演出后,直接逮着本人寻求答案 对此,华晨宇将作出如何回答?而JesseJ又能否在争男友活动中有所收获?更多精彩,关注本周五晚20点湖南卫视歌手2018